鳳山海洋里最近出现了新地标 活动中心涂层海蓝色的外墙 有着各种海洋动物 正中央更画上了高雄著名地标 满满都是海港城市的风情 代表着海洋里名字的由来 坐落在社区中心就像是一处小秘境 去了解说不靠海 为什么叫海洋里 那这个海洋里的由来 所以我们也记录了 这个海洋里由来的故事 那透过我们社区发展协会 还有在地的林长大家的努力 我们就规划了这个 就等于是海洋新公园的 一个环保的异象图腾 而在旁边的公园 还有一幅超大的白色相框 从正面看过去 就像框住了墙上的海洋彩绘 不用跑到观光区 就有超美的打卡景点 那我们想说在单调 还有很小的公园里面 就取经到像台东的博朗大道 还有旭海 他们那些有一些美派的景点 那用这个来加强说 在一个小小的社区里面 然后有一个美派的景点 那社区里面也增加了 喜欢来公园参与 干净又舒适的公园里面都说赞 但这样的环境可不是凭空出现 里长说过去这里 曾被报导成狗屎公园 能华丽大便生 也多亏大家的粗钱粗力 那就是透过社区里面的自由 自由的赞助 还有我们那个媒介 那个一些民意代表 大家的益助 那剩下比较大笔的 就是我个人买单 因为我民国八十年 就在海洋里生根 我感谢这块土地 这个社区 让我那个成家立业 也在这里有这个机会 出来服务大家 小小的公园里改造的脚步也还没停止 正在修建中的是全新的儿童游乐场 全力投入要补上社区营造的最后一块拼图 记者邱玉婷 高雄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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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